解救冬天 周末 熱浪滾滾 大家都躲在小月亮家玩 好熱呀 小心 成功了 唉 怎麼這麼熱呀 琪琪 我不是故意的 都怪這天氣 這麼熱 唉 要是下長雨 就兩塊多了 唉 天上沒有一點烏雲 下雨是不可能了 好熱呀 好熱呀 唉 還是地上兩塊 真爹 兩塊多了 要是冬天來的多好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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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子 好癢啊 要是冬天來了 就沒有什麼蚊子了 冬天 夏天走了是秋天 秋天走了才是冬天 還要好久呢 好熱呀 嗨 好熱呀 啥聲音 你們看 吹吹氣球 爸爸回來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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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來了 孩子們 你們好啊 還是地面舒服啊 剛才飛過白熊山 都快把我凍僵了 啊 爸爸 現在是夏天 白熊山怎麼可能那麼冷呀 那是因為 白熊山上還像冬天一樣 冬天 冬天 一邊是夏天 一邊是冬天 這怎麼可能啊 你們看 這是我剛剛在白熊山上拍的照片 欸 哇 這 山頂都是雪 還真是冬天 那是因為呀 笨王子知道了 說不定啊 是山神把冬天關在了上面 山神 你怎麼知道呀 我記得山羊爺爺講過一個故事 故事說的是 冬天被山神帶走了 後來嘛 那座山就一直下雪 那我們要怎麼辦呀 當然是上白熊山 也就冬天啦 可是這麼遠 我們要咋過去呀 我們可以做熱氣巧克去呀 是不是呀 伯伯 帶我們去嘛 你們要去拯救冬天 對呀 對呀 就除了冬天 我們這裡就會變得很涼快啦 帶我們去嘛 帶我們去嘛 好呀 孩子們 那我們就去白熊山探索一下 看看冬天是不是真的被關起來了 太好了 大家浮穩了 大家浮穩了 出發咯 好 向白熊山出發 冬天 我們來啦 你們看 是大岳 嗨 你們好 大岳 再見 下纓 大家看 是白熊 好漂亮呀 我要抱抱白熊 我也要抱抱 大家快看 前面就是白雄山了 哇 好漂亮 山顶都是雪 就像一个大大的冰淇淋 可是 为什么只有山顶上有雪呢 难道冬天真的被山神关起来了吗 对 冬天一定被关在山顶了 小月亮爸爸 我们去把冬天救出来吧 好嘞 大家坐稳了 去山顶了 孩子们抓紧了 大家不要怕 肯定是山神 想阻止我们解救冬天 勇敢前进 去山顶 孩子们下来吧 好凉快呀 真舒服 走 我们去找山神 好 孩子们 等一下 大家穿上这个 山顶上很冷的 真暖和 冬天 我们来吧 爸爸 爸爸 我们快追他嘛 姐姐 熊儿 你们慢点 沙神会在那儿呢 熊儿 你去这边找找 本王子去那边 怎么啦 熊儿 是他后面有啥东西 在发出声音 本王子不怕你 看吧 看吧 什么东西也没有 熊儿 你就会吓唬人 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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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嘘 抓到你了 啊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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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去看看 嗯 熊儿 吉吉 爸爸 他们在那边 是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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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儿 姐姐 山神 别抓我 别抓我 小月亮 小月亮 我们看到山神了 就在上面 快起来 孩子们 当心着凉了 你们抬头仔细看看 其实啊 这是一座 长得像脸的小雪丘而已 原来是我们看错了呀 可是 刚才还有啥东西 对对对 他刷的一下就飞了出来 吓了本王子一跳呢 在哪儿呀 就在 嗯 嗯 哪儿去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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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孩子们 你们看那儿 嗯 原来是他发出的声音呀 啊 还以为是山神呢 山神哪 只是一个传说 不是真的 啊 可是 没有山神的话 那是谁把冬天 灌在白熊山的 其实白熊山 到了夏天还这么冷 是因为白熊山地势高 哇 科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 每当海拔高度升高一百米 气温差不多 就要下降零点六摄氏度呢 所以 我们越往高处走 气温就会越低 哇 神烧好冷呀 山下好热呀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到了夏天 白熊山上还这么冷 本王子还以为 是山神把冬天关起来了呢 真是 太不好意思了 既然山下太热 那俺们就在这儿 多玩玩吧 好呀好呀 我还想继续探险呢 说不定我们还能发现些什么呢 探险小的 山上的气温太低了 小月亮怕冷 那就我和熊 俺最不怕冷咧 山上太冷了 我们呢还是先回去吧 下次穿暖和鞋再来 怎么样 好 我们下次再来 小朋友们 原来海拔越高 气温就会越低 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 快把今天的故事 讲给爸爸妈妈们听吧 小朋友们 再见 蓝莓饼干 周末 凯特和凯特妈妈 正在家做着 好吃的饼干 凯特 你做的蓝莓饼干 烤好了 我看看 凯特 凯特爸爸早 熊二早 俺把了蜂蜜 还有妈妈让俺给你们的新鲜水果和蔬菜 太谢谢你们了 太谢谢你们了 好笑呀 凯特妈妈好 熊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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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你看 真小 这是我们凯特第三次自己做蓝莓饼干了 熊二你尝尝 来 熊二你尝尝 好笑呀 好吃 这饼干真好吃 味道很棒啊 咱们家凯特真是长大了 还有事 要先组织 阿姨会再过来玩 熊二 你把这些带给熊大和熊妈妈尝尝吧 谢谢凯特和凯特妈妈 熊二给你饼干 谢谢 哇 有好多新鲜水果和蔬菜呢 妈妈 我想用其他水果和蔬菜做饼干 说不定也很好吃呢 可以试一试 但是家里的糖又完了 得去买才行 你们好好在家待着 好的妈妈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你好啊 龙猫警长 跟着一股香味就不知不觉走到你家了 那是饼干的香味 龙猫警长 尝尝我做的饼干吧 好啊 谢谢款待 凯特 凯特 听说你做的蓝莲饼干特别好吃 又来了 那你们等一会儿我去多做一些 拜拜你来帮我吧 好好好 加面粉 黄油 糖来喽 没糖了呀 一点都没了嘛 这可怎么办呀 有了 真好吃呀 凯特 这次的饼干比上次的更好吃呢 因为我用蜂蜜代替了糖 是蜂蜜 难怪更香更甜蜜 好吃 根本停不下来 凯特 你能多做一些让我带回去 给朋友分享吗 当然没问题 谢谢凯特 这是做了什么好吃的 小鸣鸣妈妈 来尝尝我做的饼干吧 谢谢凯特 非常好吃呢 你这儿有没有柠檬味的 柠檬味 没有 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去做 我面粉里加柠檬汁应该可以吧 凯特 凯特 你可以做苹果口味的饼干吗 嗯 我可以试试 太棒了 凯特要有苹果做饼干啊 要是有萝卜味的饼干就好了 嗯 嗯 我觉得呀 芹菜口味的也不错 啊 还是够喜欢苹果的 好吧 我需要准备一下 爸爸 你帮我切些苹果 萝卜 芹菜和柠檬吧 我想做一种新口味的饼干 可以试着把水果和蔬菜混合在一起 啊 这样能行吗 水果加蔬菜 做出来的饼干肯定又好吃又有营养 嗯 好吧 那就试试吧 谢谢爸爸 开始吧 饼干 饼干来喽 哇 烤得好漂亮啊 这是我新发明的饼干 里面不仅加了蜂蜜 还有很多的水果和蔬菜 又有营养又好吃 大家快尝尝 哇 你们快试试 真香呀 这饼干一定很棒 这是啥味道呀 味道好奇怪啊 除了萝卜 好像还有芹菜 苹果的味道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种饼干 咋这么奇怪啊 是啊 对啊 味道好奇怪啊 真奇怪 怎么会这样 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啊 凯特 还有别的口味吗 大家再等等 我再去试做一次 怎么了凯特 重新做一盘 你们等一下 马上就好 快点快点 先放 网友 蔬菜 蜂蜜 这次多加点蜂蜜 凯特 需要帮忙吗 不要了 加多了 应该没问题吧 面粉 面粉呢 在这 凯特 没事吧 大家快从大门离开 凯特 你还好吧 有没有受伤 凯特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这是怎么了 啊 妈妈 凯特 你没事吧 没事 妈妈 多怪我不好 啊 事情是这样的 我 我就是想满足大家的口味 水果加蔬菜 凯特很有想法呀 是啊 创意挺好的 外形也很漂亮 外形也很漂亮 真的 当然了 不过 以后做新味道的饼干 还得提前研究研究 嗯嗯 凯特 凯特 你研究好以后记得叫俺 吃饼干俺最在行列 妈妈 我来擦这边 宝贝真棒 凯特 这就是你做的饼干吗 嗯 外形很独特 对不起妈妈 我不应该乱尝试搞什么新口味饼干的 凯特 很多有趣的发明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做出来的 就比如这个饼干 外形就很有突破嘛 只是这味道 嗯 咱们来改进一下 换不同的食材来搭配 多试几次看看 嗯 可以吗 试试不就知道了 有想法就要去大胆尝试 失败了 就调整下想法再去试试 嗯 妈妈帮你切水果 谢谢妈妈 这些饼干是我和妈妈研究过很多次以后 搭配出来的新口味 哇 熊儿 你试试这个蜂蜜水果饼干 谢谢凯特 快尝尝 怎么样 好吃 这里还有芝士味和萝卜味的 嗯 咱再试试芝士味的 我试试萝卜味的 嗯 好吃好吃 萝卜味的更棒 嗯 嗯 好好吃 萝卜味的火爆呀 我也要我也要 凯特 你成功了 谢谢妈妈 熊儿 留给我点吧 你都快吃完了 小朋友们 有想法就要大胆的表现出来 不要怕出错 或许你们的小点子有大用处呢 小朋友们 再见 重要的早餐 新的一天开始了 熊妈妈正在为孩子们准备丰盛的早餐 一天 鞋子擦好了 熊儿 起床了 快起来了 熊二 起床了 今天有俺的罗华表演哦 俺差点忘了 快点快点 熊大 你准备的咋样呀 那还用说 等着看吧 熊大熊二 早饭做好了 快点过来吃 吃完上学去了 好 来啦 书房 熊二快点 来啦来啦 熊大的 熊二的 哇 谢谢妈妈 上学要注意安全 到学校了一定要吃早饭 吃早饭 一天才有力气 说得对 好了孩子们 快去上学吧 别迟到了 嗯 妈妈再见 路上注意安全 妈妈准备的早餐真好吃 熊大 熊大 快点 一会儿来不及了 快点快点 来了来了 熊大 你的早餐 你吃了吧 俺不饿 好了 老师要去准备 轮滑表演的道具 大家自由活动 好耶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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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踢不动呢 熊大 俺没学会 你再教教俺嘛 你看 一定要放松 你要直直地 跑起来才行 二 三 哇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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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啊 這都没踢到 熊大 你肯定是饿的 才没有呢 俺只是不小心失误而已 熊儿 对不起 熊大 你真的没事儿吗 哎 没事儿 接着 让你看看俺的真本事儿 嘿嘿 我们来上精力大赛吧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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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冲啊 嘿 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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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饿了 熊大 你没事儿吧 俺就说了 要吃早饭才行 你都已经好几天没吃早饭的 没事儿 俺撞着呢 熊大姐豆豆 过来准备轮滑了 哇 哈哈 啦啦啦啦啦啦 哇 我觉得熊大就是轮滑大王 嘿嘿嘿嘿嘿嘿 看我的 嘿嘿嘿 哇 哇 鸡豆豆更厉害 你看 它还能倒着滑呢 哇 鸡豆豆真棒 太棒了 它感觉好好热啊 小带你真棒 加油 熊大 加油 熊大 熊大加油 好能瘦啊 熊大 不行了 好能瘦啊 熊大 熊大 你没事吧 不知道咋了 刚才俺那头晕了一下 还有点难受 咋会头晕呢 要不要本王子帮你揉揉啊 没事 俺哪有那么娇气 对 谣言马上开始了 老师 我们准备好了 老师 我们准备好了 他们来练 好期待啊 熊大加油 准备好 预备 预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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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 真的 熊大划得挺好的 好了 预备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熊大真棒 咋还是有点阴啊 熊大 你没事吧 没关系 还没事的 那好吧 那好吧 有事一定要告诉老师哦 下一下 预备 好了呀 杰大大 夹面是熊大 好 熊大 加油呀 预备 熊大 熊大的表演怎么跟节奏的不一样啊 嗯 那个 熊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儿 我们继续表演吧 这是最后一项了 准备好 预备 做 сек 走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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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那 fifty 表演得很好呢 是啊 真的很好 熊大 没力气了 熊大小心啊 控制不住了 小心啊 大黑熊老师 熊大 你没事吧 没事 对不起 熊大 你怎么了 熊大 熊大只是有点头晕 不过 你最近有好好吃饭吗 俺 没吃早饭 熊大最近总是急着去训练 早饭都给俺吃了 难道是因为这个 对 就是因为连续好几天不吃早饭 加上剧烈运动的消耗 才导致头晕 你觉得 不吃早饭应该没事吧 啊 哎呀 熊大 你这好几天不吃早饭 对身体很不好 你以后啊 不能再这样了 知道了吗 嗯 妈妈放心 知道了 嘿嘿 妈妈你看 嗯 姐姐 嗯 你们吃早饭了吗 这是俺带的玉米 可香了 本王子可是天天都吃早饭的 我也吃过了 那好吧 哎 姐豆豆 嗯 你是不是没吃早饭呀 我吃过了 难道 你又没吃早饭啊 俺真的吃过了 嗯 那这个玉米 那个 要是没人吃 就给俺吧 不行 吃的太多会难受的 这是为了你好 俺不管理 熊儿 你站住 来抓俺呀 来抓俺呀 不要站住 小朋友们 吃点早餐 俺们才能力量满满 一日三餐 俺们都要好好吃 俺每天都按时吃饭 你们也要哦 小朋友们 再见 熊儿的画 棒学的路上 熊儿 凯特 和蹦蹦 互相展示 美术课上画的画 你们觉得我画的怎么样 真好看 凯特 你画的是什么 我呀 哇 点点画 好漂亮呀 来近点看 哇 凯特 你太厉害了 俺也觉得 熊儿 你的呢 你快让我们看看呀 是啊熊儿 快点拿出来 好 我看啊 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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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些 乖乖的 诶 是不是俺画的不好 我喜欢这幅画 真的吗 等妈妈回来 看看她喜不喜欢俺的画 嗯 诶 是凯特的画 咋在俺的书包里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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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熊儿画的吗 妈妈你回来嘞 嗯 熊儿啊 你画的这个很有意思 诶 这幅画也很好啊 哦 原来熊儿画了两张呢 嗯 嗯 妈妈比较喜欢这一张 嗯 嗯 快收拾好 等熊大回来呀 咱们一起吃饭 妈妈也觉得凯特的画好 嗯 明天就和凯特学习一下她的画法 同学们 这节美术课继续发挥大家的想象力哦 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好 凯特 嗯 你的画昨天拉在俺这里 给你 谢谢熊儿 昨天我找了好久 两人在你这儿呀 对了凯特 你的点点画真棒 大家都喜欢你 谢谢 那你能不能 就俺画点点画呀 俺觉得 这样画很好看 嗯 可是 我觉得你的画很有自己的特点呀 不用跟我一样 我们一起加油啊 我吧 嗯 凯特 凯特 你看看我这幅画 嗯 嗯 嗯 俺可以偷偷学习一下 嗯 嗯 哎呀 哎呀 好酸啊呀 嗯 嗯 哎 画好了 哎呀画好嘞 哦 对了同学们 明天啊 在鲜花山坡 有一个室外绘画展览 大家可以带上自己的话来参加 这个展览在最后 还会有神秘大奖哦 我要参加 我要参加 我也要 我也要参加 啊 我也参加 好了 今天的美术课就上到这儿 放学了 老师再见 嗯 嗯 嗯 俺用哪张参展呢 熊儿 哎 熊儿 明天一起去鲜花山坡吧 我去找你 好呀 啊 你要用这幅画去参展吗 嗯 这个 嗯 还没想好 这幅风景画就可以了 我先走了啊 明天见 这一张行吗 你们不是都觉得凯特的画很好吗 用哪一幅呢 嗯 用昨天画的那幅吧 森林小鹿 嘿嘿 那俺就选这张 嘿嘿 不过 今天画的 比昨天画的好看一点 嗯 俺是用今天这幅 妈妈 妈妈妈妈 这幅画好看吗 嗯 好看 熊儿可真棒 嘿嘿 太好了 妈妈 明天你跟俺一起去好不好 嘿嘿嘿 好 熊儿啊 时间还早 不用那么着急 嘿嘿 嘿嘿 俺想早点去占个好位置 嗯 嗯 嗯 妈妈 俺先祖励 你等一下到鲜花山坡找俺 好 路上小心点 熊儿 熊儿该走了 呀 是蹦蹦呀 熊儿已经走了 啊 我们约好一起去的呀 哎 等我一下 我们一起去 哎 这不是我说的那幅画吗 怎么能忘了带呢 蹦蹦 我们走吧 好 嘿嘿 妈妈 笨王子决定就在这儿了 那我选鸡鸡王子旁边 嘿嘿 嘿嘿 早 早 熊儿 我来帮你把画贴好吧 好呀 一会贴好 安心看看你一画 没问题 妈妈 嗯 嘿嘿 啊 没事吧 凯特 没事 谢谢 鸡鸡王子 你的画 毛毛对不起 刚才想动你一下 没事没事 我去电话啦 啊 我的画呢 我的画怎么在这里 哎 我的画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了 哎 俺的画咋不见咧 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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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画我帮你带过来啦 嗯 不是这张 嗯 熊儿 凯特 这是俺的画 哎 你的画 是啊 嗯 这不是我的画 这真是俺的 哦 鸡鸡王子 你看那边 啊 可是 走 去看我 女儿里前我画了点点画呀 那 这幅是谁的画呢 怎么有两幅点点画 这幅 是我的 怪不得 我觉得那幅不太像 这幅画 是俺模仿凯特的画画的 对不起 这 啊 啊 熊儿啊 你是因为妈妈跟大家都说更喜欢凯特的画才会去模仿她的吗 嗯 妈妈当时以为那两张都是你画的 嗯 知道 可是 大家都不喜欢俺画的 可大家有说过不喜欢吗 嗯 嗯 对嘛 其实你的画啊很特别 特别 就是有你自己的特点呀 跟别人不一样 其实啊 每个人看东西的角度都不一样 不要因为别人的评论而改变自己 知道吗 嗯 嗯 绘画展览正式开始 走 去参加展览吧 嗯 嗯 我觉得 用点点画大自然很漂亮呀 嗯 本王子的自画像可都是来源于生活呀 嗯 嗯 呵呵呵 嗯 嗯 这是你画的吗 是啊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哎 真的吗 我 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画的呢 画画的时候俺就想着 要是看到的东西变成正方形 长方形 还有圆形 会不会更有意思 就这样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你们看可不错吧 呵呵呵 是啊是啊 这个很有想法 嗯 啊 哎 哎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熊儿 你再给我们多讲讲 哈哈 好呀 俺画画的时候 是这样想的 小朋友们 在生活中 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不要因为别人喜欢 或者不喜欢 就轻易地改变自己 小朋友们再见